我觉得我为他好 他觉得我胳膊只往外管 然后我们两个都很生气 我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有时候也挺常见的 对 关于朋友身份以外 我觉得还有两个字叫 见友 就是言字旁 然后 近见的见友 对 近见的见友 就是咱们两个为什么当朋友 是因为我对你和你对我足够真诚 真诚是最重要的 一个元素之一吧 我觉得 对 朋友之间 我到底是该点醒他 还是应该 先醒如果是你呢 其实就是两步先安抚他 对 把他安抚舒服之后 让他觉得没那么糟心了 你再继续往下引导他 看到他 而且有时候他跟你来沟通 其实只是需要一个 类似情绪的出口 对 他需要发泄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 要把他那个出口给堵上 然后我们说你哪里不好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稍微的顺认他 安抚安抚他 比如说像他 他说 把别人当作假想敌 这个可能是不太对的 但是呢 我听说他也会熬夜努力啊这些 他其实还是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 所以他也是一个 有上进心的在前进的 独立 而且很敢拼的一个姑娘 好的 好 我们最后还要送你一句朋友的话 好的 好的 好 或许在你迷茫的时候不知所措 此时想想背后还有一群爱你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